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主持人蔡宜代教授 大家好 各位观众 我们前几周谈到了有关于人民自觉的相关的思想的理论 以及人民自觉权 人民自觉原则 还有跟公投的一些宪法一些概念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想要去请教徐老师有关于我们拿这个美国的个案来探讨 我们之前的节目谈到说 一般新国家成立的条件跟方式都是从母国分离独立 那徐老师也提到说我们所谓的建立新国家的三部曲 包括宣布独立 制定新宪法 申请加入联合国等等 那这边就是要跟徐老师来谈 就是说当年美国在1776年的时候 它是从英国脱离独立 但是独立之后美国在1850年代的时候有所谓的南北战争 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形成的这种的情况是属于政府的层级 还是分裂成国家的形式 那这个在独立建国跟所谓的国际法的效果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连结呢 徐老师姐 是 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演变 很多人民主张分离独立建立新国家 成功的例子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人民希望分离独立建立新国家 但是他们却失败 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就是针对美国这个国家一方面 他由同样民主的英格鲁萨克森民主分离独立建立国家 成功了 但是后来美国建立这个政府以后 国家以后 美国联邦政府跟主张州权 各州应该有自己的权利的 州应该有权继续奴隶的制度 政府的南部 也就是美利坚邦联在1961年 他宣布独立而且制定宪法 选出总统跟林肯总统 联邦政府华盛顿的林肯总统对抗 称为David's 戴维斯总统 一个将军 这个就是被认为是美国的分离独立 你说内战 大家定位为美国的内战 南北战争 但是在国际法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 美国南方各州主张 要从美国合众国联邦政府分离独立 建立新国家 所以成为美国内战 南北战争也可以 但是国际法观点来看 他是反对联邦政府要打压他们的奴隶制度 要消灭主张蓄奴的南部各州 要他们绝对服从中央的废除奴隶制度 发动中央政府的权力去镇压南方的分离独立运动 国际法对 叛乱的政府或分离独立运动 国际法是由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台湾的教育 一般都是没有探讨这部分 甚至最后他成功的消灭这个国家 那这样是不是说 人类社会 内政可以不受外国干涉 要不要分析探讨 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 外国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第二个是美国联邦政府 用战争的手段 很粗暴的平定 镇压南方的叛乱团体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潮流呢 后来是不是可以这样呢 现在中国是不是可以主张这样来 镇压台湾的独立建国 的那个运动或主张呢 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探讨的 所以首先美国南方 虽然从美利坚合众国 就是现在的美国分离独立 建立了新国家 但是北方当时认为 南方是叛乱 没有得到我同意 所以联邦政府要平定 美国的内乱 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如果北方的联邦政府 打南北战争 失败南方捍卫自己的新国家 成功了 那今天就有两个美国 所以很多人说中华民国台湾 在台湾是国家 那你是不是叛乱成功呢 有没有宣布呢 或是有没有自己主张呢 老师如果当时南方反而倒过来 去跟南北战争的时候 打败了北方政府 消灭了北方政府 既有可能继承 继承美利坚合众国 成为合法的政府 有可能是这样吗 那这个就是国家跟政府之间的差别 南方政府是主张建立新国家 还是主张我们要推翻林肯的政府 建立一个新政府 所以我们一再在节目里面都分析过 伊朗科美旅是要建立新政府 所以他绝对不会说 北方不来平乱我们就满足 不会 南方政府如果要推翻林肯 打到华盛顿投降 华盛顿的林肯政府投降 他就取代华盛顿的政府 建立新政府 这个就没有两个美国的问题 是一个美国内部的内战问题 这个就内战 但是如果南方说 即使你不能把我平乱 我也不会打你 因为我不是要推翻你 我是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你们北方的联邦政府 好好建立自己的国家 所以形成两个美国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你到底南方到底主张什么 要建立新国家 还是建立新政府 他很清楚 是要制定一部宪法 要建立新国家 选出总统 他也没有否定 北方联邦政府的权利 或这个国家的生存 他没有要彻底消灭他 所以这个就是 当时南方如果坚持下去 没有被北方平乱 他就是建立一个新国家 这是算是失败的吗 对失败 也没有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就是很多 世界上我们讲过 这么多 对太多了 新国家产生 由四五十国变成 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大部分都是成功 像最早期的巴拿马 本来是哥伦比亚的一神 我们知道中美洲的巴拿马 哥伦比亚是很早就成立的一个国家 那巴拿马 运河的巴拿马就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神 但是巴拿马宣布独立以后 哥伦比亚就禁止各国内政干涉 你不能干涉我要去平乱 他是一个叛乱政府 各国不可以支持他承认他是国家 所以他就要去平乱 但是哥伦比亚政府的平乱的动作 后来失败战败 就退出退回自己的政府的领域 让巴拿马独立成功 所以巴拿马就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就成功 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荷兰从西班牙独立是最早成功的例子 后来的二次大战以后 早期的荷兰是西班牙的一部分 从西班牙分离独立 这个可能是现代国家 最早主张分离独立 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 也算是我们台湾人的母国之一 他是人类社会 可以说代表性最早从西班牙分离独立 建立的一个新国家 是 许老师那可能有电视机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上也讨论说 这个对岸在1949年 他们强调是建政 虽然是电影拍成建国大典 那实际上他们现在官方的用法 跟普遍的用法就是建立新政权 在北京 毛泽东在北京成立这个新政权 叫建政 到现在2019年70年了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说 那台湾这个 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看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在70年来我们也是在对抗啊 我们是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在对抗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那国际法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南方 美国南方要建立新国家的南方 打了四年多的内战 南北战争以后失败 他如果能坚持下去 不要说四年坚持下去 五年十年坚持下去 七十年坚持下去 可能世界各国早就承认它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理论 欧洲学者提出的理论 认为只要主张分立独立建立新国家的人民 有坚定的意志 也有那个实力来维持这个新国家的存在 那国际社会就应该承认它 这个是涉及到国家承认的理论 我们因为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所以刚刚那些两位学者提出 也涉及这部理论 所以他们当时的国际法认为 只要主张分立独立的新国家 能坚持一段时间 一般都是认为两年五年短期间 能坚持下去 母国国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来评乱 世界各国就应该承认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新国家 就应该支持它 这个不是内政干涉 是它已经有实力建立国家 台湾是不是 70年了 对抗了70年 本来很清楚很简单 国际社会如果认为台湾人民 主张分立独立 对抗中国共产党政权 70年 那早就承认了 应该也是这个国家 对 不要说到现在还有人说 要请各国承认台湾是一个新国 对不对 人类社会没有对抗中央政府70年 问题是 当初不是这样 我们撤退到台湾的中华 中国国民党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也好 或是90年代以后 民主化以后建立的民主政权也好 从来没有主张 我们是要从中国分立独立建立新国 自己没有站出来宣布 那即使70年人家也是认为你要叛乱 要反攻大陆 对不对 还是要跟中国真合法政府的代表权 现在是要跟中国真合法使用国籍的建立 那这个都是很荒谬的 如果我们真的站起来宣布独立 我们要从中国分立独立 经过了70年 人类社会的历史没有这样的 早就成为国家 联合国早就让我们以新国家的身份加入 但是可惜 我们台湾人民无知被欺骗 领导我们的独裁的 代表我们的独裁的中国国民党政权 还有民主化以后的民进党政权 都一再地坚持中华民国体制 坚持一个中国的体制 把台湾狠狠地关在一个中国的体制之下 所以国际社会怎么可能说 你们对抗中央政府 对抗要平乱的政府 已经70年所以我们要承认你是一个 时效有效统治的一个新国家 不可能 主要就是在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主张 没有 没有持续一贯 公开的宣布出来 没有持续的主张 之前1999年我们节目上也谈到 两国论 只有主张三天 没有用 人家至少要对抗中央的镇压 所以中央的镇压 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镇压 70年没有成功 它不是镇压一个新国家 而是镇压一个叛乱的一省 我们一直自认为是叛乱的一省 是自由的一省 自由的地区 所以跟人类社会 其他国家建国的过程 主张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一再地强调 中华民国台湾是 所有两千四八万人的共识 所建立的新国家 你民进党政权这样主张 蔡英文政府这样主张 国民党 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出现 我们也没有听过 怎么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同意建立这个 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 没有 他说这个是共识 共识 为什么不主张 应该提出来 向国际社会宣布 跟国际社会宣布 提升到国家的层级 向外宣示 国庆日的背后 不应该有108年 对不对 我们108年前 哪里有建立新国家 那时候台湾 台湾还是日本统治之下 怎么有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建立 所以国庆日自己在庆祝108年 这个就是矛盾 欺骗 诈骗集团的手法 这样好听是战略模糊 这是要选举政治操作的一种 所以国际社会当然 不能像其他新国家一样 认为你坚持了70年 已经可以成立新国家 是 好那导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国际法的角度 去看一个国家内战的状态下 两个交战的实体法律地位 以及分离独立的这些理论 所以我们刚刚从实际的例子 还有美国南北战争 南方要建立新国家的过程来看 第一个 当一个新国家 他一定要先站起来 自己站起来宣布独立 我的目的是要建立新国家 我不是要打倒 华盛顿的林肯政府 我是要分离独立建立新国家 从母国 就是现在的每一间合众国 分离独立出来 要建立一个新国家 而且 第二 他必须要有能力 持续的证明 他有维持这个新国家的 统治独立的主权的能力 如果你母国的平乱的行动 还没有结束 继续在打南北战争 各国要对他做国家承认 要承认他是一个 从美国范围独立出来 建立的新国家 就很困难 这个时候 各国就会用叛乱团体的承认 或是非正式的事实承认 国家的事实承认 这里要注意 我们讲过 当然很多人会误用 这个是国家承认的 事实承认的方法 这个事实承认 也是承认他是一个国家 绝对不是说 事实承认他是一个事实国家 这个就是台湾学者恶用的一个 很恶劣的典型 所以国际法 有国家承认的事实承认 这个时候都可以用 因为平乱 中央政府 原来母国的平乱还没有结束 南北战争期间 法国就曾经考虑 当时也是革命成功的 推翻专制建立的共和国 民主国家的法国 也考虑要给南方的 美利坚邦连这个国家承认 但是最后只做交战团体的承认 这是因为南方 能不能继续保持 母国或中央政府的来要平乱 还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法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 当时国际社会有头有任的国家 对南方这个新国家的支持或承认 都是保留有程度的 因为当时国际法认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中央政府 都有平定内乱的权利 维护国家本身领土主权的完整 是国家的基本权利 各国不能随便的来干涉或资源 这些要分离独立的南方政府 刚刚薛老师有提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也是一个概念 我们之前课堂上也有谈到 就是所谓的在交战双方 很多人会问说那为什么 好那台湾是全世界最强 按照国际法判断团体 那为什么全世界还会承认我们的护照 我们之前课堂上也有谈论过 基本上就是一种旅行的签证 徐老师刚刚也提到说 这是在做交战双方的一种承认 因为他可能要因为户侨的关系 或通商的关系 他不是承认你是国家 而是承认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种团体或者是说 事实上的一个承认 所以这里要界定清楚的就是 在台湾发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 在世界各国可以旅行 跟它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护照 是不一样 各国包括美国日本世界各国 让我们去旅行 让我们这一本护照有用 并不是他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护照 而是认为你是跟中国正式的护照 也就是北京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不一样的一个旅行文件 就像香港人民也可以拿香港的政签 去旅行一样 很多国家也接受 这个就是最重要区别 何况最重要的是自己发护照的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没有坚持 要求世界各国承认 这个是一个跟中国没有关系的 独立国家的护照 一个独立国家的发的给国民的护照 我们的国民只有2400万人 没有这样讲 没有他也是模糊的说 这个是我们代表全中国发的护照 我的护照才是中国的正式的护照 合法的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的护照 是非法的护照 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跟北京争护照的 有效以否的 汉贼不两立的护照 一样 这个都很清楚的 所以让我们能拿这本护照出国 并不代表中国已经成为两个国家 或我们的护照才是合法的护照 北京发的护照是非法的护照 最近北京还说我们在世界各国的使领馆 台湾人民都可以去用 你看他向国际社会宣布 你的护照没有用 但是我让你的 我才是合法的 拿这本护照的人可以到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 公然的对国际社会讲 但是我们有吗 我们也不敢公然的说 你到我们的北美判事处就可以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务 你有能力这样讲吗 这个都是汉贼不两立的情势已经很清楚 我们已经变成是非法的 不正当的 各国勉强给你这样的一个施恩会 是我们要敢 其实我们外交部也可以说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也可以到各国有关于中华民国政府住在当地的使馆 予以保护也是可以 但是这样北京政府就会把这个中国国民 或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国民回去的时候 算账 但是台湾政府不敢 我们很多人去求中国大使馆 结果回来我们还说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你 所以台湾政府完全没有立场 对国家的国格 或所谓欺骗人民的 我们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国格 完全没有能力 也不想去维护 如果真的维护 所有去过中国大使馆 回来马上抓去管 叛国 是我觉得说虽然是说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吃我们的豆腐 但是你也不外发现说原来两岸在整个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外交模式就是如此 最值得我们各位观众要去深思这个问题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谢谢徐庆熊教授 他告诉我们从这个人民自觉的思想理论所谓的自然法 原生拿美国来当一个个案 到进到说我们去谈 历史上有一些真实 从这个母国分离独立的一些个案的case来谈 那也谈了一些在这个一个国家内部交战的状态 在所形成的国际法上的一个太阳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徐庆熊教授的讲解 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可能在下周同一时间 持续锁定台湾建国学 我们下周再见 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